德凯奥特曼第17集将会相当精彩 除了马洛鲁的老乡 美特龙行人 奈格尔出场之外 另外还有破灭大蛇 黑暗三巨人之一 希特拉姆 以及哥美斯等众多反派出现 相信在第17集 德凯的副本打得会是相当累 首先来看一下 破灭大蛇的实力 他是从灭亡奥加的遗体中诞生的新魔兽 奥加正是希特拉姆所饲养的怪兽 他最初被希特拉姆封烟在陨石之中 但希特拉姆担心 他会将永恒之河一并吞下 所以才将其封印 希特拉姆面对强大的对手 伊格尼斯化身二成的 黑暗特利加强势的复仇之后 希特拉姆不想与黑暗特利加纠缠 于是释放出黑暗力量沐浴了被封印的奥加 这才将奥加释放出来 奥加一出现 就令黑暗特利加陷入苦战 黑暗特利加的物理攻击基本无效 并且还被奥加给咬住胳膊 面对横冲直创的奥加 他甚至想吞噬黑暗特利加 在黑暗特利加一番前置无果之后 奥加把黑暗特利加扑倒在地 且连同黑暗特利加一同坠入地底 就在黑暗特利加命在旦夕之际 坠入地底的珍重贱物 也差点被奥加吞噬 前军一发 特利加显现 并且一拳给了奥加一个下马威 面对这个嚣张的吃货 特利加的手掌 根本砍不动这个大脑袋 特利加经过奥加一番撕咬之后 就在一奥一怪再次交手之际 黑暗特利加再次启动 一阵地动闪摇 奥加和特利加被黑暗特利加的能量 便硬生生的顶了出来 而此时 发狂般的黑暗特利加 也从地底冒了出来 异地再战 特利加释放出复合型 再配利敖广线 但轻松的被奥加一口吞下 并且还没吃够的样子 特利加不得不转换成闪耀形态 但他甩出的永恒爆裂 也被奥加逐渐的吞食 甚至还被咬住了大宝剑 特利加趁机抱住奥加之后 并奋力地将他举了起来 纳斯第四号趁机蓄能之后 在队长陈思成也的操控下 这才一炮轰下奥加 并且一举将奥加站在火海之中 但奥加并没有死 反而是因为他吸收了特利加的能量之后 破满大蛇从奥加的躯体内冒了出来 这便是德凯第17级要面临的对手 其中还有希特拉姆这个幕后黑手 破满大蛇果然不是浪的虚名 只见他头顶的漩涡一张反射光线 命中特利加后 直接将特利加打回人间体真中见物 随后纳斯第四号使用甲格尔共超越之药 一举将破满大蛇石化 但经过一夜的沉寂之后 破满大蛇突然复活过来 这下他变得似乎更加强大 伊格尼斯逆行而来 在强大复仇信念的支撑下 伊格尼斯再次化身为黑暗特利加 一拳正中破满大蛇 并对其凶猛的狂踢起来 但破满大蛇似乎有用不完的能量 一个闪电放射之后 黑暗特利加连同纳斯第四号都被炸得狼狈不堪 猎鹰号同时也发生坠落 为此差点撞向战中见物 战中见物趁机手动驾驶猎鹰号 顶住破满大蛇的攻击 一枚导弹发射出去之后 配合黑暗特利加 便将破满大蛇的脚搞掉 破满大蛇应声倒地之后 最终被化身成闪耀形态的特利加 一招闪耀永恒放逐 应声声的将破满大蛇扑倒在地 随即便爆炸身亡 就问这样的战力 另一只在下棋中出现的怪兽 他名叫哥美斯 哥美斯也不是等先之辈 在面对高斯一战之中 他蹭一个大尾巴甩了过来 便将高斯给抽翻在地 哥美斯联手古维拉对高斯左右夹击 并一巴掌抽中高斯胸口 使高斯的战斗一度陷入被动 高斯再次扑倒在地 多亏赛罗及时出现救场 此时赛罗虽然个头小 但总比没有强 他钳制了古维拉 这才让高斯有时间去单挑哥美斯 但高斯依旧吃饼 赛罗降落到哥美斯头部 这样的比例根本无法制服哥美斯 哥美斯一抽尾巴 就将赛罗抽得晕头转向 这是赛罗最憋气的一场战斗 好在赛罗四两拨清紧 这才将哥美斯跟硬生生的衰落出去 试想德凯是否会有赛罗的神力 这让我们拭目以待 至于德凯第17集的文系部分 也相当的精彩 那就是调查昂星蒂斯队长 这个故事有点意思 来审问昂星蒂斯队长的 居然是外星人梅特龙星人 自从在特利加奥特曼中 马洛鲁的出现 伟特龙星人也彻底在地球洗白 居然可以担当去调查人类的重任 因为昂星队长和赵颖博士 此前走得很近 所以当赵颖露出本来的面目之后 调查队长也理所当然 不过大蒙凯哥相信 昂星队长的人品肯定没有什么问题 据说在德凯第17集中 会对龙蛮创手的声势进行揭晓 在龙蛮小时候 还是小孩子的龙蛮创手 目睹了特利加于破灭大石的一战 为此龙蛮还差点丧命 正是特利加将他救下来之后 龙蛮才立志要加入新精英胜利队 至于营救龙蛮的安人 是真中贱物还是圣章人 相信在第17集中会有所揭晓 总之德凯奥特曼第17集的内容 会相当的饱满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期的播出